大家好我是珊姆伯伯 就是有人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你就只會一招 他會覺得自己會被貼標籤 或是要想回應 想證明自己不只一招 那聽眾你聽到這句話 覺得什麼樣的感覺呢 如果身為一個講師 教官 老師 教練 或是運動員 那你被這樣說的時候 你有什麼感想 那其實只會一招不是件壞事 只會一招不是一件壞事 重點是你這招有多強悍 我喜歡用第一神拳目之內的例子 就是他的輪轉位移 被研究後來被破解之後 他一開始會有點灰心急沮喪 但他就是想辦法把這招訓練得更厲害更強悍 所以他去磨練自己已經擁有的這項能力 把他做得更精緻更熟 即使對方知道這個進攻方式 但知道是一回事 因為在運動場上 還包括你的體力 這招使用的時機點 戰術等運用 所以製造是一回事 那運用又是一回事 所以能力是在你自己身上 不是在別人的嘴上 所以我們要練的 除了技術 體力之外 其實還有一部分就是練心 你要對自己要有信心 那別人貼標籤或看不起 在這個網路世界其實是很常見的 尤其如果你對話有一個公開的粉絲頁 或賬號的時候 但只會一招不是件壞事 這個主要的重點是你這招行不行 厲不厲害 在這個很容易收集到證照的這個領帶 不要因為商業的行銷方式 或是別人的嘴炮 你就想 就迷失自己 覺得到處去學 你反而沒有去重視自己 你現在擁有的東西 所以想想看 你想要成為Pro的專家 還是花拳繡腿的人 分享到這邊 謝謝大家